祖相处出僵尸 其中一种肥人肥妖 有红无破 腹内脏 僵而不应 死而不灭 使人精血 五毒俱全 与月光则大凶 被人成为猫僵 三十年前 道家法师用毛山道法将猫僵 用雷击桃木棺材 上面涂抹黑狗血 贴满符中 封印到黄河之中 但道士算出 三十年后会有变故 要将其重新封印下葬 临死前 他将此事托付给了两位徒弟 果然三十年疏忽而过 河边之上士兵飞报 棺材已经找到 众多历史拼尽力气 河内棺材渐渐拉上河岸 棺材符文密布 正欲让人开关 年老村民赶紧阻止 这么有关不可玩笑 老宝子赶紧抢话 如果我们走了 那这些个财宝 就会被这些村民给封抢了 大队长金牙贪财好色 听到镇上老宝的蛊惑 想到棺材内的金银珠宝 便不顾所有村民阻拦 应要打开棺材 随口便以调查血管案的名义 将众多香林赶走 此刻惊雷闪现 有士兵直接被拉水中 士兵们缓缓打开关盖 里面黑乎乎不见一物 月光闪现 尸体新土之上 正是一枚骨葬金钉 金牙赶紧伸手去拔 而河中忽然飞出猫脸僵尸 对着岸上士兵大开杀戒 香林一看赶紧逃跑 金牙此时也吓个半死 一看猫将有铁链锁住 还在不停调戏 而棺材中的猫将 则直接来到他的身前 一把将金牙踢起 中国士兵也直接开枪 却根本不是猫将对手 猫将顺势残杀众人 茉莉也被直接摔飞 而小女孩则飞到空中 豪山老三 乾坤三拿在手中 师徒三人 总算将猫将装了回去 突然天雷滚滚 老三恰之一算 庆幸不是月圆之夜 下雨之前一定要赶回驿庄 顺路也将茉莉带了回去 但老三却发现 骨葬金钉不见 回到驿庄 阿吉和阿祥刷完黑狗血 老三正式开谈做法 让徒弟两人 用七颗镇魂钉定好棺材 准备第二天去治阳之地 洛阳山下葬 而棺材中的骨葬金钉 却被金牙拿在手中打完 第二天师徒三人 一路艰辛控苦去往洛阳山 却在半路之上遇到大雨 只好找到一家客栈 暂且休息 替灯笼的女人表情阴森 走起路来还垫着脚尖 老三私下打量 悲感事情诡异 夫妻上菜 女人却脚上冒水 老三拿出八卦头头一照 阿吉一来也觉得事情古怪 但看到桌上饭菜 也顾不得太多 直接准备开吃 却被老三拦住 有菜无酒 影响胃口 让我见识一下本店的特色 接着老板拍了拍手 面前的帘子拉开 辽灵姑娘出现眼前 哥哥扫手弄姿 一派春意昂然 阿吉直接看上了眼 直接走上前去 一场游龙戏风 老三也是一副非常受用的样子 而此时 一只猫腰已经盯上了阿祥 看守的棺材 阿吉被迷了心窍 老三直接划破他的手指 再看去时 桌子上已经是两盘虫子 阿吉直接和老三出手 对付一众猫腰 而门外小妖 也被棺材红毛 直接弹飞 但随着雨越下越大 棺木上的雪慢慢被冲刷干净 里面的猫将开始蠢蠢御动 眼看着棺材板就要按不住 老三这才意识到中了吊虎离山计 他赶紧向猫将那里跑去 但猫将似乎已经彻底苏醒 老三也快镇不住了 突然一个道士从前而降 帮忙镇住了猫将 来人正是老三师兄白眉 他也为重新安葬棺材而来 说罢 去追赶一众小妖 与老三约好一桩会合 天亮之后 老三他们将猫将造在了洛阳山上 但等老三几人回去之后 一天雨一夜之中 猫将却破关而出 一路飞身来到小镇 直接开启杀戮 吸干一个女人的鲜血后 竟然幻化成俊美男子 老三赶到现场查看尸体 觉得有些奇怪 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只有女人被吸干了血 而且这些女人 全都是阴年阴月阴日出生 如果能猫将吸过了精血 再想镇压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老三决定当晚 与白眉联手开谈做法 引出豹将将其消灭 但老三不知道 师兄白眉 其实已经跟僵尸 达成了某种协议 深夜的树林里 两人正式开谈做法 他们对着面前的稻草人 念念又词 红绳绑到了稻草人身上 老三他们开始隔空做法 控制住猫将的真身 但猫将真身威力巨大 几个人用红绳 勉强牵制 而此时 魔力上山采药 侮辱山洞 正好撞见正在吸血的猫将 吓得他大气都不敢喘 但最终还是被发现 魔力撒腿就跑 眼看就要被猫将抓住的时候 正在做法的老三 拿起桌上的八卦镜 投向了稻草人 千军一发之际 猫将的身体发生爆炸 女人获救 赶紧起身 跑到了做法地点 他打算告诉老三 自己看到了猫将 而就在他走到法坛跟前 师兄白眉 却碰了一小桌子 故意打翻了上面的法器 稻草人也瞬间爆炸 整个法事功亏于愧 原来白眉表面上 是来帮老三的 但背地里 却勾结了老保 试图让猫将 彻底恢复法力 然后复活自己 死去的妻子 而那只猫将 则是老保的儿子 这次猫将 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差点就让计划 发生变故 好在白眉及时 将施法破坏 还嫁祸给了 采药的莫莉 回到驿庄 莫莉将山洞所在 告诉了老三 与此同时 村民纷纷围在了驿庄 他们都说 莫莉和猫将是一伙的 让老三把人交出来 老三只能站出来 让大家再给他一天时间 危机暂时解除 老三马不停蹄 来到那个山洞 发现了白眉布置的祭坛 他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师兄 是向借尸还魂 而此时的莫莉 因为不想连累老三 打算半夜偷偷溜走 没想到刚到门口 就被村民堵住了 他们将莫莉 绑在柴堆之上 要活活烧死他 为死去的村民报仇 你这个屁真人 屁的 烧死他 烧死他 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莫莉正在拼命大喊 让他们快跑 因为莫莉看到了 混在人群中的茂匠 茂匠也不废话 开始大开杀戒 茂匠要一年一月 一日出生的人 吸干他们的血 就能恢复法力 现在正好还差两人 而莫莉正好就是其中之一 等老三他们赶回镇子 这里早就尸横遍野 莫莉也已经被吸干净血 另一边 白眉让老毛 赶紧去找下一个目标 但此时老宝 却突然尖笑起来 因为下一个目标 就是白眉女儿 原来老宝一开始 就利用了白眉旧妻心切 其实根本就没有 借势还还你说 而现在白眉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他马上命令猫将 对白眉下了杀手 白眉在临死之际 双手坚硬 将口中的血 划成了一只报信的仙鹤 老三看到师兄来报信 立即赶到了祭祀山洞 临死之前 白眉告诉老三 自己受妖人蛊惑 犯下淘天大罪 希望老三能保护好他的女儿 然后就嫁鹤西去 当天晚上 老三先将白眉的女儿 藏在了棺材之中 然后又把徒弟 也锁在了屋里 老三打算独自 跟猫将决一死战 果然 月亮刚刚消失 猫将就出现 二人很快打在了一起 但此时的猫将 已经恢复了九成功力 但凭老三一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胡顿看师父受伤 赶紧打破窗户 出来帮忙 但猫将实在太强 两个徒弟也被摔飞出去 就在此时 一枚炮弹落在了猫将脚下 老三牛头一看 原来大队长金牙 也过来帮忙 竟然齐心协力 将猫将打进了屋内 金牙一声令下 瞬间将木屋炸得粉碎 正在金牙得意之时 猫将突然从火堆里 跳了出来 根本毫发无伤 没办法 老三只好使出猫山到访 老三喷出一口鲜血 顿时阴风阵阵 一道天雷 披在猫将头上 与此同时 金牙赶紧扔来了 当时封印猫将的 骨葬金钉 看到此屋的猫将 顿感不妙 转身想要逃走 老三连忙将钉子 踢飞出去 配合连魂天雷 一声爆炸 猫将最终魂飞破绽